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魔术方块的心法 我把它称作道者走迷宫 简单说,如果一个状态不知道怎么解的话呢 可以试着从它解好的状态回过头来想可能性 这不定不会让你的速解变快 也不是万灵丹 而就只是一个学习知识的方法之一 接下来我会用很多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F2L 在F2L有所谓的基本形 而大部分的F2L公式就是想办法让边块和角块的位置 先变成基本形 然后再去解决这个基本形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常常忘记这种 异色的基本形长怎样 不过如果用道者走迷宫的想法 就可以回忆起来 这个是F2L解好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 终点 那反过来想 到达终点的前一步会是什么呢 我现在随便转一步 例如说像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只要这几颗方块长得像这样子的话呢 只要一步 就可以解好 那我可以倒置走更远吗 举起来以后呢 我可以往这边转 然后呢 还原这个十字的底部 这个看起来很熟悉吧 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F2L的基本形 我们从结好的状态 转了三步 变成这种基本形 所以反过来 看到这种基本形呢 把刚刚的步骤 倒回来 就会结好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 从终点倒退走的方式 伸出另外一个基本形 所以原本迷宫的终点就只有一个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终点的附近呢 放了两个灯塔 那只要能够想办法走到灯塔 就可以无脑地走到终点 那有没有可能 再继续倒退之走 盖更多的灯塔呢 是有可能 那不过 如果倒置走太多的话呢 反而会更深入迷宫 会变得越来越乱 越来越多状况 对 这个心法呢 也有很多陷阱 倒置走呢 没有办法走太远 那盖灯塔虽然把事情变得简单 但也会限制想象力 甚至有可能绕远路 所以把倒置走呢 当作其中一个武器就好 那接下来讲一个复杂的例子 F2L的Pseudo Slotting 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想法 那同样 这个是结好的终点 我们可以有不同倒置走的方法 先转动下面这一层 然后像刚刚基本形一样 把这两颗拿出来 然后再把下面这一层呢 还原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前面倒置走的步骤 会认为呢 这就是单纯两个没有解好的F2L 但我们因为偷看过答案了 那把刚刚从终点倒置走的步骤呢 再倒回来一遍 那就是同时解掉这两个F2L的方法 那我们再重新看一次倒置走的步骤 转了底层以后呢 接下来这 这三步 像是在弄一个F2L的基本形倒过来 那这边看起来呢 已经有一个F2L的槽了 那只是因为我们预先转了底层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还原回去 那刚刚这个槽呢 就一分为二 它变成 它是假的 所以叫Sudo 我们学习到这样子的知识以后呢 重新再看这个状况 那 这个槽的边块结好了 那然后这个槽的角块结好了 这两个还没有结好 那他们有机会可以合成一个槽 让没有结好的角块 跟边块凑成一对 放进去 以后呢 把它结完 那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像这样子 这个Sudo Slot的槽呢 边块的这一面 要是红色 然后角块的这一面呢 要是蓝色 那所以这个呢 直接插入这样 是对的 那但是这个状况呢 直接这样插入呢 是错的 我不是素级辨认Sudo Slotting的专家 所以没有办法给有用的建议 那或许辨认的方法包括看边块的EO 再加上角块的白底的方向 或者是如果今天这个底层只平移一格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角块的色系对掉 例如说像这样子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绿色跟蓝色是同色系 那但是因为这个槽其实是在旁边 所以这两个色系我们要把它 把它倒反过来看 那把它想成是异色系 所以这边是异色系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分开来分裂 然后因为这个EO不对 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旋转方块 然后再把它戒掉 对于在速写时辨认Sudo Slotting有心得的人呢 那请帮我在下面那个留言补充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 简单版的FRU F'的F2L框架 那原版呢是由Jaden McNeill所发想 他是澳洲NRD2 对魔术方块演奏很透彻的玩家 他原本的版本呢 是处理困难的Multi Slot的情况 例如说边啊或者是角卡在槽里面 那横数都要拿出来了 不如撑到最后再还原 不过我还太在实战的时候用不出来 所以我现在要解释的是简化版的 我先很快来讲EO是什么 那一个边块如果网上的颜色 和你面向中心的颜色是同一个色系的话呢 代表EO是好的 也代表说解它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去换面 简单版的状况是这样 你面向这里 那剩下最后一个F2L槽呢 是在左前方 那FRU F'呢 它带来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向 这边是我们的空槽 那我们先转一个F 那原本左前方的这个中点呢 被举起来 就会在这两个位置 那然后你可以想象 这时候这边这一个右前方这两格呢 就变成空槽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空槽呢 把这两颗把它配对起来 那我们的中点呢 是这边这两颗 所以我们要把它配对成一杠 那这个就是把这边当空槽的话 就是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 最后呢 再把它放到上面来 然后F'结尾 放进去 那这个思考方式呢 的特色 是一旦F转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只要转R这一层 跟U这一层 最后F'就可以结束 在某些状况呢 这样子会把比较难解的F12Case呢 变成很容易解的 这里是重点咯 如果刚刚上面这两颗的位置 是在这边的话 那我可以这时候 转F开始做吗 可以自己试试看 你会发现 就是没有办法只靠 RU来去解 那最多可能大概就是弄成这样子 就要F'回来以后呢 再切到左手 用L'UL把它结好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这两个情况有什么差别呢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从终点倒着想 那整个公式的最后一步是F' 所以也就是说前一步呢 它会长得像这样子 然后F'把它结好 那在终点的前一步呢 这个边块上面是红色的 和这边中心的这个绿色是不同的色系 所以说终点的前一步 这个EO是坏的 然后我们知道在直转R层跟U层的话呢 是不会影响边块的EO 所以在公式的一开始 所以在公式的一开始转了F以后呢 边块的EO也要是坏的才能够持续的坏下去 那回来看最初的状态 那这两面它们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EO是好的 这样子的话呢 第一步的F要转到它就可以把这个边块的EO让它变坏 然后才可以用F 那否则如果是从这样子来开始转F的话呢 那这个边块这个上面的颜色呢 永远都是绿色 没有办法只用R跟U把它变成红色 所以就没有办法走到这个终点的这个前一步 那相同的道理 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这个边块的EO已经是坏的 这两个颜色是不同的色系 所以不能从这个位置转F 那这时候我其实就有三个选择 我也可以从这里开始转F 那这边这个还是红色的 那也可以从这里 也可以从这里 那经过各种实验呢 就会发现说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转F会让情况变得最单纯 那关于道指走迷宫还有很多例子 我快快的带过去 像是高阶方块的中心 如果第一个中心就觉得困难的话呢 这边是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终点 终点怎么样子倒退走最简单呢 那比如说就是这样子 也意思就是如果你能够组成一条一条一条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组成一个中心 那但是问题是 这一条这五颗要怎么粘起来呢 它们的最后一步呢 可能是这样子 那把这一颗分离出来以后呢 这个其实会有四种可能的位置 我可以转成到这边 或者是转成到这边 或者是转成到这边 也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 就是要把这五颗粘起来成一条 那你已经有一些都是在同样一排上呢 那剩下的就是把没有结好的 转到同样那一排 例如说这个是第一排 我就把这一颗 转到这边第一排以后呢 就把它和排好对的 其他颗粘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 然后是block building 想要弄出这种 二乘二乘三的block 它的最后一步呢 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就是先结好一个 二乘二乘二的正方体以后呢 再加上这一片 一乘二乘二的正方形 把它和起来就可以 那最后一步呢 也有可能是这个 也例如说像这样子 也就是结好一个 一乘二乘三 然后把这条线 结好以后呢 合起来就可以 那然而用倒退走的方式 放了灯塔以后呢 会有限制想象力的风险 刚刚说二乘二乘三的 最后一步的灯塔 一定只有画面上这两种状况 那但是这样子结F2L呢 其实对回最后一步的话 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一乘二乘三 配上解一条线 那但是其实心态上呢 在这种时候 我们不会把它想成就是 解一乘二乘三 也就是说灯塔是死的 那但是怎么走到灯塔的路呢 则是活的 那Square One的Cube Shape 则是倒退走的极致 或者说呢 这根本不是倒退走 而是把那个迷宫呢 给破解了 那因为Cube Shape的可能性 可以穷举 然后从一个Cube Shape 到另外一个Cube Shape的可能性呢 也会有限 所以有人就做出了Cube Shape的流程图 把任何Cube Shape 变成正方形的最短路径 给列出来 以上就是倒着走迷宫的心法 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不过这也是一种学技术的方法 那会想做这个影片呢 是因为最近在学Domino Reduction 那它是一个FMC的技巧 别人的教学影片也谈到了这个思路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影片已经很长了 而且DR我还很不熟 那以后再拍影片讲相关的事情哦